通過畫面可以看到一名機車男騎士 遭遠景攬下 因為稍早前他騎車沒有依規定 兩段式左轉 眼前遠景一看 發現男子四個月前 就因為持有毒品被查獲 來帶您看一段現場的情形 出發在19號晚上7點多 39歲離姓男騎士 騎機車經過高雄小港區福隆街入口 因為交通違規被遠景攬查 結果發現男子四個月前 才因為持有二級毒品遭送辦 這次又在男子機車前方置物處 發現一個粉色愛心的戒指盒 裡頭進藏有毒品吸食器和玻璃球等非法物品 當場以現刑犯被逮捕 並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偵辦 而至於毒品怎麼來的 警方也要持續擴大追查